我们的政策与法律组是全台唯一结合卫生政策以及法律教学的研究所 让你在就业上更具优势 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领域 不管你原来是学数学或法律 还是医药卫生相关科系毕业的 我们强调的是健康的追求而不是医疗为导向 在学生人格的培育上 我们强调的是追求价值而不是重视价格 那么在同才的学习跟研究上面 我们追求的是团队共融而不是个人的作业 我能够从很基本的地方开始足以了解 每一个统计方法或是每一个研究的模式 它使用的方式在什么情况之下 它有什么样的限制 那其实会让我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更加的得心应手 尤其与教大病小后 未来更有机会能够跨领域跨产业的合作 那这里有潜入深的课程安排 让我更能够运用临床的资源进行研究 这边有临床医师 政策法律 生物统计 流行病学 专业的老师们 整合公共卫生每一个环节 带领大家用更宽阔的胸襟去看关于保险制度 关于经济层面 关于法律层面的医疗政策 更重要的是这边老师会带着学生一步一步的去探索问题 思考问题 以及解决问题 那这是一个充满学术气息 以及温暖的地方 让我们的学生有第一手的机会来参与流行病学研究资料的收集以及进行 此外我们更与临床医学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培养了许多具有良好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的一个能力的临床医师 本所试之优秀 课程多元能因应现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老师们的教学也都非常的有趣 每一堂课程的内容都很丰富 此外所上也常常举办就是许多活动和演讲 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让我们大开眼界 那我们有扎实的科学训练 也有人文的视野以及政策的关怀 不管是什么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更多元的视野 天野调查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就是收集资料的困难以外 也可以跟不同的人一起合作 另外跟充满热诚的老师合作 可以激发我的研究灵感 那老师会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像是政策经济还有法律 去探讨问题背后的社会脉络 优秀的师资以及良好的环境 让你踩在精英的肩膀上喷登 流病生童还有政法组的教授呢 学术能量很强 也很愿意引导学生并且按学生讨论 良民工卫所欢迎你的加入 我们需要各个不同领域的背景的专业人员 一起来加入 让我们一起来理性的思辨 热情的来协力